大家好,我是赫赫妈妈 我手上拿的这双鞋带呢,是我给赫赫爸爸绣的 上面是平安 因为这两天呢,有好多朋友私信我 就是问我这个鞋带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咱们这今天呢,就出一期这个鞋带的教程 正好呢,前几天有个朋友私信我 就是说他每次绣这个鞋带的时候呢 这个线都不够 问我是怎么回事 后来呢,我就是说问了他几次呢 我就突然想到他这个绣线呢,应该是用成双骨线了 所以就是说咱们新手呢,绣这个鞋带的时候呢 这个线呢,一定要用单骨 咱们今天呢,正好用这个蓝色的来给大家绣一下 然后呢,咱们新手呢,就是说他这个线呢 因为他这个线比较长 所以呢,咱们新手可以绣之前呢 把这个线呢,剪成两段 把它折中一下,剪成两段 这样绣起来呢,这个线呢,不容易拧劲 穿完了,应该这个线呢 一定是一长一短 看见没有 现在的线是一个短的一个长的 现在呢,咱们用这个蓝色的线 给大家再演示一遍这个起针 起针呢 咱们呢,今天先教大家这个正面起针的方法 咱们起针的时候呢 直接就从他这个针眼穿过来 穿到第二个针眼 再从第二个针眼 穿第三个针眼 穿第四个针眼 直接这样绣就可以 咱们起针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一般压三针或者四针都可以 然后这一个呢,是那个比较长的那个线 从这个线,线的根部这个针眼穿下去 然后咱这个,现在这个线呢 已经穿到背面 穿到背面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不要使劲扯这个线 就轻轻地拽一下 把这个线藏到这个蓝色的布底下就可以 然后现在呢,这个线呢,是在背面 然后呢,咱们直接从这个线的下面 穿出来就可以 然后穿过来 还是从这个线的下面 穿出来 前几天呢,有个朋友评论 就是说为什么我绣这个鞋带每次要看后面 其实呢,看后面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你看如果说咱们不看后面的话 就直接在这 要找半天才能找对这个针眼 但咱们瞅一眼呢 直接就能看 直接就能穿进去 这样比较省事 也比较快 往上拐一下 就可以 4 眼 4 眼 5 眼 6 眼 7 眼 感谢观看 现在呢这一片 这一小部分蓝色呢就绣完了 这个是反面 这样呢咱们绣出来呢 你看反面呢 看起来呢一点都不乱 这个黄色呢是我之前绣的